是一個台北百鄉的孫女 然後在6月初大家聚餐的時候 全部的人裡面 昨天是有10個有8個 今天這個又增加1個 這個是一個7個月大的小女生 6月9號剛開始匡列接觸者採檢是陰性 然後過了大概3天她發病 這個CT值我們會再追蹤 因為有時候很早期的時候 病毒量很少的時候CT值會高 所以之後再追蹤她的變化 這個就是第四代 之前是她這個10歲的孫子 現在是爭孫 現在是7個月的爭孫女 你爭孫女 他7個月大概她不會移動 那你認為她是怎麼會下來的 就家裡住在一起啊 所以你看這個媽媽先得到了 因為全家住在一起 所以這有可能是 有兩個可能 一個是6月初餐去的時候 她就附不到了 另外也有不排除 媽媽先得到 然後在家裡的時候 照顧的時候 那我們現在知道 其實那個小孩子得到 這個COVID的感染 也是有一些 身體的一些變化症有可能發生 現在國外的人知道 他的臨床症狀有些會像那個 Kawasaki症狀病症變化 這個要我們小心 中文字幕提供 每個小孩子都在抵複 你不在家庭? 你不在家庭嗎? 那我真的要不在家庭嗎? 那我現在做了